材料清单 少龙虾 魔芋豆腐 蒜 焦 干辣椒段 辣椒粉 啪嚼 桂皮 帅哥豆豉可用豆瓣酱 紫酥 生抽 酱油 料酒 珊瑚椒油 虾去头 去肠 洗净去肠揪住尾巴中间的片片 扭扭扯扯 PS 我的是卖龙虾的老板帮我弄好的 胆大的心可以常识自行解决 魔芋豆腐切后一点的片 其他材料洗净 将鞋片 酸绿排一下 其余的喜好做好准备 锅里放油烧多一些 烧热之后 先将八角桂皮入锅小火炸香 这样之后 香味才能释放得更好 注意不要烧掉就行 然后将蒜入锅 还是保持小火 直到蒜的表面稍稍变金黄 然后将干辣椒段入锅 注意不要炸黑了 香味出来 就立刻将小龙虾下锅 火炒大些 加入料酒翻炒至变色 把辣椒一边 空出的位置下 魔芋豆腐 现在继续保持大火稍稍翻炒一下 加酱油 生抽 以及帅哥豆豉 可换成豆瓣酱 颜色翻匀了 翻炒到魔芋豆腐多处的水分 基本快炒干 然后根据自己的接受程度 将辣椒粉 翻炒翻炒 然后加水 完全的卖过食材 大火烧开后 转小一点 放入紫苏 一点胡椒粉 开始煮 口味下是要留些汤才好吃的 最后是咸蛋 不够加盐 然后加入鸡精 两滴珊瑚油 香油 撒上几根葱段 完成 小贴士 这道菜主要就是向手要狠 守着放调料 以前刚流行的我去外边 打包看厨师 做就是一排的调料 挨个拿打扫加成去 当然 还有银素壳 之类的香料 在家做的话 把小桂皮 在家多个香叶 也就差不多了 加要入味 更涉体的话 侠杯上解开一刀 米粉的话就是湖南的原粉或扁粉 直接过水煮熟 当我吃完龙虾的汤里 不需任何多调味 简直人间美味